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花花 近日我们在今日头条的后台留言上收到了很多车友的私信 大家对咱们不管是B型车还是小奥头车 前方的升降吊床都是很感兴趣 但是也会有车友提出来一些疑问 那这个升降吊床在行驶当中 特别是长期用车之后 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掉下来呢 那会不会在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 翻个身它就晃动呢 它的牢靠程度又是如何呢 因为我们平常给大家展现的都是它已经进行包覆过的成品 所以大家不了解它的内部结构是怎样子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带着车友们的这些疑问 来到了我们生产车间的其中的一个角落 大家看一下现在在我的身后啊 这些全部都是还没有进行包覆的 一些要用到房车这个升降吊床上的一些材质 那对这些材质稍微有了解的一些车友们可以看出来 它这些啊全部都是采用的铝合金材质的 我们随手呢从身边拿取一块 看起来个头不是很小的板材 我们来挑战一下是否能用两根手指头就能把它给拿起来哦 挑战成功很轻松 那这些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铝合金板材都会上装到房车上的哪一个部位呢 又是如何进行连接的呢 那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继续往下看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冷冰冰的板材啊 通过咱们包覆车间女工心灵手小的包覆 我们现在呢就不难看出来它的雏形了 这些啊都是即将上装到咱们T型小额头前置升降吊床上的一些铝合金的框架结构 这些框架结构包覆完成之后都会通过这样的小推车呀 直接送往到咱们流水线的总装工位上进行上装设计 那我们一起到车上来看一下它的上装过程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一台正在进行上装的小额头的房车上 大家向上看这些这些位置是不是都很眼熟呢 和我们刚才为大家一步一步呈现的铝合金框架结构啊 就已经上装到这个位置了 那还没有全部包覆完成之前呢 我们还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这些框架结构包括这个整个床板呀 采用的全部都是铝合金材质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 看到像这样的连接脚码处呢 也是飞翔房车独立开模来做出来的这样的铝合金的脚码 甚至小到一个锚钉一个螺丝钉 采用的全部是这样的铝合金材质 那我们要在保证整车的牢靠程度上 安全程度上要再做好这样的轻量化 才能让我们后期在使用起来的时候更加的方便 那我们再看向这个位置 像这一条呢以及这一条啊 全部都是铝合金的 咱们自己焊接上去的承重的龙骨 以及包括前方它和咱们车的大梁相连接 就可以让咱们的这一张升降吊床 它的承重达到300公斤600斤 同时呢这种材质 这种连接方式可以保证它的耐久性 就是我们长期使用呢 让它也不会晃动 更不会出现掉落的情况 那光说不练假瓦式 接下来我们就找到一台做好的成品车 然后找一位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小哥哥给大家报一下你的身高和体重 我身高185体重也是185 那好给个代号185 接下来呢有请我们185大家实际演示一下这一张床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185小哥在整个上床的过程啊 都是非常的流畅 那我们呢也在后台上收到一些车友的留言说 如果说这张吊床上有人在睡觉 那另外一个人来误操作的话呢 会不会将睡在床上的人加伤 大家可以放心啊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增加了一个防夹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采访一下 这位小哥哥第一次体验这张床的初体验如何 小哥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初体验如何呗 这个床很大 然后特别的软 躺在上面很舒服 就像家里面的床一样 而且两边呢都有那个遮挡物 然后呢睡在上面呢也特别的有安全感 而且我在上面就是无论怎样的去进行一个晃动 怎样的一个摆动 这个床都特别的就是一点也不动 就特别的结实感觉 好那如果说这个床的满分是100分 您个人觉得可以打多少分 可以打99分吧 那像你的这个身高和体重185比较有代表性 你觉得这个床在使用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压抑呢 嗯这个没有 这个空间上面绝对是没有一些 就是没有那种压抑感 因为在上面呢虽然我站不起来 但虽然我坐不起来 但是呢我在上面玩手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谢谢小哥哥的分享 好了通过我们刚才一步一步 为大家去呈现前置升降吊床 它的材质框架结构以及连接方式 还有我们小哥哥的亲身演示 想必大家对飞翔房车前置升降吊床的疑问 就打消了吧 这样的话呢 大家当将来在选择的时候 以及使用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放心以及安心 好了那各位车友 对飞翔房车上装部分 还有哪些地方 是我们平常看不见的 但是是您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后期呢 一一为大家呈现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